大家好,我是阿文君 这次文君装NAS第五期 我会教大家如何安装黑群灰 首先我们需要准备一个这种小U盘 一台DIY的NAS 然后显示器、键盘、鼠标和若干个硬盘 在我们装好NAS之后 这个显示器、键盘、鼠标就可以拿走了 然后需要在电脑上下载我们的固件以及安装工具 这个在我的导航页和评论区都会留下下载地址 之外我还分享了更详细的图文教程 大家直接搜这个标题就可以找到 图文教程对比视频教程会更加的详细 而且每一个步骤都有标记和截图 大家跟着这个教程来 绝对可以安装属于自己的黑群灰 将这个U盘插在我们PC台式机上 然后我们解压这个安装工具 首先我们需要打开这个分区大师工具 打开它之后我们要将U盘格式化一下 我这个U盘之前已经安装过黑群灰了 所以我们把它格式化一下就会更好用 我们点击这个U盘 点击这个快速分区 然后选择MBR 将分区改成一个 然后点击确定 点击是 这样我们U盘就格式化了 格式化之后 我们接下来的安装就更加的稳定和可靠 格式化成功之后 U盘的盘幅是F盘 然后一定要关闭这个分区大师 关闭之后 我们再打开这个芯片无邀工具 打开芯片无邀工具 可以看到这个U盘的一个F盘的盘幅 然后这里有个设备ID我们需要把它复制下来 点击鼠标右键就可以复制 然后我们建立一个文本文档 将我们复制的内容粘贴进去 这个文本文档我们就可以暂时放在旁边 然后将芯片无邀工具关闭 这个时候我们的电脑上没有其他多余的工具了 再打开这个镜像写入工具 打开它 然后我们点击这个文件夹 找到我们这个引导文件 它的结尾是IMG格式的 点击打开 然后这个地方U盘的盘幅是F盘 点击写入 点击是 这样就将这个引导写入到我们的U盘里了 写入成功之后也要关闭这个软件 然后我们再回到分区大师这里 打开它 可以看到我们的U盘已经变成这种形式了 我们点击ESB前面的加号 点击这个GRUB文件夹 然后这里有个GRUB.cfg的文件 我们点击右键 点击复制到桌面 复制成功 然后桌面上就有一个这个文件 我们右键 打开方式 选择用记事本打开它 打开之后就是这样的一堆文件了 然后我们还是要注意一下 这个地方有个VID和PID 要将这个VID和PID的值 改成我们用芯片无忧工具获取的值 我们将这个0781复制到这个1908区域 5571复制到PID这个区域 切记这个0X是不要删除的 删除之后一定安装失败 然后这里有个SN和MAC SN默认这个引导已经半洗白了 所以大家不用改 如果说有多台NAS要安装 那么我们建议是要将这个MAC 后面几位数给它修改一下 避免冲突 SN也可以修改一下 如果您只有一台NAS 那么这就不用修改 好了 我们点击文件保存 保存好了之后 我们将这个文件拖拽到相同的目录 进行覆盖 替换 替换完成之后 一定要看一下这个修改时间 是最新修改的 然后我们点击这个U盘 点击右键安全弹出磁盘 这个时候我们这个U盘的引导 就安装成功了 我们将做好引导的U盘 拔下来 插在我们NAS任意的USB接口上 然后我们再将显示器 还有键盘鼠标 还有网线都接在我们这台NAS上 还有NAS的电源线 网线的另一端 接我们交换机或者路由器 接着我们需要安装硬盘 硬盘的话 我建议先只安装一块 用于测试 等我们系统做好之后 再将其他的硬盘装上 然后我们点击开机键开机 开机之后 按我们键盘的Delete键 进入主板的Boys 好了 进入之后 其实默认这个U盘 它已经作为第一引导了 但是我们有的硬盘 它里面是带引导的 所以遇到这种情况 我们要将U盘的引导 作为第一优先启动 然后我们需要点击F10 点击保存 这时候我们等待一会儿 好 当我们显示器 显示这个页面的时候 就代表我们的群绘 已经安装好了 然后再观察一下这个网线 网线它的指示灯 也是在亮的 随后我们在电脑上进行操作 我们点击这个群绘 官方的查找工具 打开它 没有这个工具的 可以百度搜索一下 然后在群绘的官网下载 还可以找到我们 局域网中的群绘NAS 你看这已经找到了 IP地址是10.10.10.22 我们双击这个IP地址 点击确定 它会进入到一个网页 后续我们也可以访问 这个IP地址 来直接设置我们的群绘 所以我们点击设置 点击手动安装 点击浏览 然后选择这个PAT格式的这个文件 点击打开 打开之后 点击立即安装 安装它会删除 我们所有的硬盘数据 点击确定 然后等待10分钟 它将安装完毕 好 我们安装完毕之后 正常情况是进入到这一个页面 但是我10代处理器出现一个故障 就是找不到IP地址了 后来我在网上查了一下 是因为我这个主板的网卡是IR19V这个网卡 然后在这里找到了这位作者的引导文件 就是这个文件 我也会放在评论区或者我的网盘里 供大家下载使用 使用这个引导文件和之前的安装方式是一模一样的 就可以成功的进入到我们的系统了 可以看到 然后如果您用的是10代处理器 也跟我出现了一样这种无法连接的情况 那么就可以用我提供的这一个引导 如果是用的其他处理器 比如说7代8代9代处理器 那么就没有这个顾虑 好我们继续 我们输入一个服务器的名字 输入用户名 输入密码 点击下一步 然后看一下这里 点击这个 然后点击下一步 然后设置这个QC 我们要点跳过此步骤 跳过 然后这样就OK了 这个就是我们群晖的后台页面了 以后我们也可以输入这个IP地址来登录它 接下来我来设置一下这个群晖 我们点击控制面板 点击右边这个高级模式 然后在这里有个更新的还原 我建议不要更新 我们一定不要更新 所以在更新设置这里 我们把这些取消掉 好 然后在套件中心这里 我们可以安装一些套件 我们点这里 然后先更新一下套件 然后它会自动更新 这里有一些套件都可以安装 我们以后再安装 然后在控制面板这里 点击信息中心 我们这个CPU它是个错误的显示信息 可以打补丁显示正确的CPU 但是意义不大 然后我们把鼠标移动在这里 可以看我们CPU的温度是4度 点击存储 可以看我们硬盘的温度38度 然后点击网络网络界面 可以看到我们接入到 机器上的一个网卡信息 也可以通过打补丁来识别更多的网卡 然后在这个地方有个存储空间管理员 这个地方就是设置我们的存储磁盘的地方 然后我现在要关机 把其他的磁盘给它装入进去 我们关机以后就可以将显示器的线 还有线盘鼠标的线拔下来 注意一下这个U盘 在我们开机之后 其实是可以拔下来的 但是每一次开机都要用这个U盘 它比较小巧 价格也比较便宜 20来块钱 所以我建议就一直插在上面 然后我将这些硬盘给它装入进去 一共8块硬盘 装好以后我们开机 开机可以听一下 声音非常的小 然后我们在电脑上再进行操作 我们重启后装了硬盘 进入到系统 在存储空间管理员这里 可以看到我们的硬盘都已经识别出来了 目前安装了8块硬盘 我们这台黑群会 它其实是支持2816块硬盘 所以说还是挺不错的 然后我们来添加存储空间 我个人比较喜欢SHR 它是可以将我们所有的硬盘的容量 混在一起 然后有一块硬盘作为容错盘 我组的这个SHR阵列 它是有一颗硬盘作为容错盘使用的 也就是说这么多硬盘里面有一个硬盘坏了 我的数据也不会丢失 再换一块硬盘进去 重建就可以了 我们可以创建其他的一些阵列 在群会的官网里面有容量计算器 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尝试着自己来做一下 我们比如说我的硬盘组合是这样子的 然后我们就可以在这里选择各种不同的阵列形态 来了解一下这些阵列它的一些作用 SHR对比传统的RAID5阵列 最大的特点是它可以让我们多个硬盘进行混合使用 而RAID5阵列必须要相同容量的硬盘 好了 我们现在就慢慢的等待这个同步 它会对这些硬盘进行机偶校验 校验好了之后 我们的这台NAS就算是完全可以投入使用了 然后我们可以点击这个控制面板 在共享文件夹这里 可以新建一个共享文件夹 比如我常见的是用NAS命名的一个文件夹 然后直接下一步就好了 这个文件夹在我们这个文件管理中就可以看到 然后我们可以上传文件 可以再新建文件夹 然后记住我们这台NAS的IP地址 我们打开我的电脑 在这里输入斜杠这个IP地址 就可以访问到我们这台NAS的这个存储空间了 我们点击右键 这里有一个映射网络驱动器 然后点完成 好 在我们的电脑的这个地方就可以看到多了一个盘幅 这个盘幅一共有10TB 它就是我这台DIY NAS的盘幅 我们可以将自己的电影游戏软件都放在这里面 这就是我使用NAS最主要的原因 映射文件夹 接着我们可以在套件中心这里安装一些套件 比如说这个套件可以和百度云进行同步 安装 然后还有这个套件可以同步我们的文件夹 有两个相册我们都可以安装一下 这一个是普通的相册文件 然后这一个是AI智能相册 点击安装 然后这个是群晖的笔记 群晖的office办公文件都挺好用的 但是我用不上 往下面移 下面移 这里有一个容器 这个是必须安装的 后面我们的导航页 还有博客都是用它来实现的 目前来说就安装这些 我觉得就已经够用了 好了 因为实践问题 我就不详细讲解这些软件了 大家都可以自己尝试一下 下一期我就来教大家如何来给10代黑群灰打补丁 实现硬件转码的功能 好了 这就是我们10代处理器安装黑群灰的一个视频了 大家89代还有7代处理器 也可以使用这个方法安装 而7代之前的处理器 我们可以安装3117那个版本 安装步骤都是一模一样的 下一期我就会讲解如何用10代处理器打补丁 来实现在外网流畅转码家里的影音 后续还会讲解用它搭建博客导航页 还有我们的电影网站等 欢迎点个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